乐歌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带好帅哥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骗局 主谋是两个年过七旬的老人 骗人的手段并不高明 但演技却是一流 他们假扮成首都歌剧院的荣誉退休会员 坐着房产销售经理的豪车 来到一处古堡豪宅 面对价值6500万克朗大顶级豪宅 范达指指点点挑三拣四 完美地演出了大师的挑剔与优雅 经理没有丝毫怀疑 看完房又开车把他们送到了西尔顿酒店 分别前放大地上自己的名片 两位老人度过了愉快而充实的一天 临别时还不忘互相吹捧 咱们的演技时越来越棒了 其实两位老人只是退休演员 靠着微薄的养老金生活 别说几千万的豪宅 就连市区一套50平米的小公寓也买不起 可这两个小老头却越活越年轻 尽管人生已经到了秋天 但他们却不断追寻着 春天的花夏天的蝶 像顽劣的少年一样游戏人生 不断拨弄着心中的太阳 让他发光发热 以便孕育出春天的繁花 在杰克像范达这个年纪的老人 一般都在攒钱 为即将到来的死亡做着准备 范达的老伴艾米丽也是如此 她是个一板一眼注重现实的人 对于丈夫的荒唐行为 她总是又气又无奈 因为她辛辛苦苦存的棺材本 总是被丈夫以各种理由骗走 挥霍以空 对此她的理解是 丈夫怕死 所以用这种方式逃避死亡 但范达并不怕死 她只是怕等死 不过她也知道 自己的荒唐行为 给妻子造成了困扰 就比如今天 她本来应该乖乖待在家里 等着儿子和孙女 给她庆祝生日 可她却放了鸽子 为此她买了一束花 跪在门口向艾米丽请罪 面对艾米丽喋喋不休的抱怨 范达装傻冲愣 唐色推卫 又或者插课打混 哄她开心 今天是她的生日 但家里却充斥着死亡的元素 孙子画的墓碑 儿子送的兽邪 以及艾米丽的称语 万一这是你人生 最后一次生日呢 范达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可艾米丽总是提醒她 秋天来了 死亡的脚步近了 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这样才能死得体面 她每天都要看小区厨窗里的复告 遇到好的语句 她还要摘抄下来 儿子花两万八 给他们买了个二手墓地 这家人全死光了 这个墓就成了无主之地 以后他们睡进去 顶多算是合租共用 范达坚决不肯 除了害怕睡进去 和这家的女人产生纠缠 最重要的是 这里破败 单调 没有一点风景 见一个老人神情悲伤的 拿着一枝花 范达又开始飙演技 三两句话的功夫 她就成了老人大 顾交好友 听说她爱妻离世 又遭遇车祸 接连的不幸 让她穷困潦倒 连给妻子买花的钱 都拿不出来 范达当即给了她 两百克朗 潇洒离去 与范达截然不同 儿子加拉 按部就班 是大家眼里的正常人 每天为了工作奔波 像路边的食指一样 平凡胆小 又单调无趣 她不断地结婚 离婚 再结婚 当上一任妻子阻碍她 下一次婚姻时 她首先想到的 就是让父母搬去养老院 把房子疼出来 给她和新婚的妻子 而把前妻和乱糟糟的生活 抛给时间 她从不会主动解决问题 只会抱怨 逃避 庸庸碌碌的活一天 算一天 她是一个拥有夏天的人 但却有一颗冬天般 沉默冰冷的心 而她的父亲 一个被死神追赶的老人 此刻却在地铁站里 假扮检票员 伺机骗问 她和爱德拦住了三个 逃票的女孩 让她们线上相吻一枚 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她们的心情愉悦 回到家 艾米丽又开始催丈夫还债 泛达的养老金 不仅跃跃光 还要靠借钱度日 可每次都是有借无还 艾米丽非常恼火 泛达只好坦白 两百帮了一个陌生人 三百去法国餐厅吃了顿 丰盛的午餐 艾米丽抱怨道 你把我们的棺材本吃掉了 你要死就死 一点也不操心 我可就惨了 要存够钱才能死 要是我死在前面 那更惨 你肯定把钱花完 随便把我丢在野地里 就算你不在乎 可万一你中风了呢 我们还要去养老院 就算中风也能被照顾 泛达恍然大悟 他这是给儿子当睡客来了 为的是把他骗去养老院 好给儿子躺地方 泛达非常不爽 儿子离止婚 他们就要搬一只家 现在连这个鸽子龙 都住不了了 去养老院 那就意味着 向死亡屈服 他绝不会顺从地 走入黑暗的凉夜 几天后 房产经理找上门来 事情已经败露 泛达依旧面不改色 继续扮演的大师 顶级的演技 把经历搞得都有点 怀疑人生了 他提出接近三万的赔偿要求 一星期内还上 否则就要起诉 泛达很爽快地答应了 还坦言道 我深知成功与 失败的代价 年老轻狂一时爽 事后疯狂不顾当 泛达兜里一毛钱都没有 只好去找好友爱德 爱德比他更惨 一人一狗 全靠退休精神活 即便如此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拿出一万克能老本 但这也不够啊 两个老伙计一合计 决定去赌场 说哈一把 说不定还有希望 可两人不知道赌场的规矩 走出了门 被认为是来找茬的 差点就走不出赌场 幸好他们演技好 反应快 这才逃过一截 赌钱的是泡汤 爱德又提议去找花店老板娘借钱 老板娘是爱德的朋友 两人借口买花 一唱一鹤 表演起了对口相声 范达谎称爱德要去拍电影 但必须先花两万克朗 学习踢踏舞 不巧的是 他的皮夹被偷了 本来老板娘都信了 可范达话舌天竹 夸口说爱德的片酬 有一万美元 这个牛皮吹的属实 有点大了 明星的片酬 也不过这个数 老板娘当即变化 两人不但没借到钱 还搭进去以前克朗 买了一束花 范达有些不开心了 不是因为没借到钱 而是他今天 行骗失败 这束花简直就是耻辱 爱德再次提议 今天是玛丽85岁生日 不如把花送给她 范达是个行动派 当即打车奔赴玛丽家 玛丽是他们剧院的同事 年轻时是个大美女 可如今红年谈子老 芳华不过刹那间 白发如雪 对记梦里 想当年青丝万千 如花美眷 都赋予嗜水流年 一说起往事 玛丽就兴奋不已 她的美貌 她的成就 她的荣誉 甚至是当年的一束花 一瓶名酒 她都视若珍宝 可如今花已枯萎 酒已结块 她珍惜和醉意打 不过是已逝的时光 变老真的是一种 彻骨的悲凉啊 三人唱着从前的歌 作者从前的梦 玛丽打开了 珍藏的红酒 可红酒结冻 制涉难流 就像老去的生命 失去了流动的活力 面对时间的残酷 三人复归于孩童 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发出童心般的笑意 可快乐过后 接踵而至的就是 现实的难题 去玛丽家 坐计程车 花了六千 范达还在玛丽的花瓶下 放了两千 一万克狼 如今就只剩下两千 爱德一点也不沮丧 反而赞美到 你真好心 背这么一夸 范达还有点小娇呢 当即就让爱德 给他身后的盲人 一百克狼 可两人没想到 这个盲人是假扮的 他一把抢过钱 把腿就跑 爱德去追 范达这平静地 捡起地上的一千克狼 心里不尽感慨 我们没变 但这个时代变了 爱德没有追到盲人 失落地想哭 可范达却一点都不在乎 大不了去偷老伴打棺材本 说完 他又搬起了瞎子 因为他觉得 刚才那个假盲人 很有趣 他就像个不知疲倦的老顽童 和生活斗智斗勇 绝不认输 很快 范达偷钱还债的事 东窗四发 他不仅损失三万克狼 还要赔上定期解决的罚金 爱米丽瞬间爆跳如雷 杀人的心都有了 范达依旧一副 云淡风轻的样子 还清欠债之前 你的养老金都归我 没钱 看你怎么出去胡闹 可老头子依旧 我行我素 该溜就溜 不用问 肯定又去找爱德 喝酒了哈 酒吧里 两人又看起了报纸上的豪华别墅 十五个房间肯定不够 光用人就要住满时间 古董家具 东方地毯 老油画 必须一印俱全 穿古装的漂亮诗女 各个三维都要惊艳 两人说的眉飞色舞 异性拿衫 当真是白日梦里睡 便死也逍遥 老太隆中说春梦 鲜花早景 一场空 范达觉得上次不过瘾 这次他要玩一票大打 可爱德却有些落寞 我这个礼拜要去做体检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请帮忙照顾我那只温顺的老狗 我每次离开都会想着挥手 让它知道我会回来 老狗真是悲哀啊 范达也不禁 怅然道 人就该在年轻的时候死掉 爱德无比伤感 你说的容易 现在我一听到歌剧就会哭 因为我不敢想自己也曾年轻过 要不是你 我早就想自杀了 你用一颗太阳般温暖的心驱散了我 入冬前的霜寒 这老家伙太煽情了 范达轻蔑地收起爱德的枪 你得瞄准心脏才能一枪毙灭 我想你一定没有这个本事 爱德吐露实情 我有肾病 高血压 白内脏 随时可能中风 活着很痛苦 范达却说 你这算好运的啦 我有关节炎 胆能炎 前列腺炎 但总比得爱滋病好受血 范达一回家 就看到儿子正带人测量房子 他给了母亲三万克狼 当做棺材本 让两个老家伙月底搬去养老院 范达气急攻心 转身就走 晚上 爱德打电话给艾米丽 范达死了 他走得很突然 来不及叫一声 艾米丽如醉冰叫 简直不敢相信 心里既悲伤又自责 但也只能接受现实 当出租车 邻车 一亮亮来到 爱德家楼下死 范达这才意识到 这次玩大啦 艾米丽含着泪 提着黑西服上楼 范达却起死回身 坐了起来 艾米丽吓了一跳 继而愤怒难言 死亡这种事 怎么可以开玩笑 而且我差点被你吓死 出租车 邻车的花费更是不小 艾米丽忍无可忍 决定向法院起诉 结束他们44年的婚姻 但到了法庭上 艾米丽却谅解了 丈夫的罪行 因为她比谁都清楚 丈夫疯狂背后的 真正原因 她从不因为贪婪而赌钱 偶尔小赌 只是为了体验 没体验过的事 她经常假装妇人 去豪华餐厅用餐 是因为她有个穷苦的童年 希望尝尝有钱人的滋味 她假使折腾我们 是因为她不想搬去养老院 而我又帮着儿子说话 她才这么残忍地惩罚我 而我一向都原谅她疯狂的想法 因为我羡慕她能那样 和我不同 我是个一板一眼的人 而她有宏大的梦想 学法语 研究地图 沉热气球 环游世界 她拒绝承认 人生最终的路是通往死亡 我只是难以容忍她 越老越疯狂 她从不参加葬礼 拿死亡开玩笑 她从不知道面包的价钱 她花钱大手大脚 却会为了省钱 偷看邻居的报纸 她坐火车不满笑 被列车长逮到后 不仅神奇地付了罚款 还给了小费 列车长都被整哭了 我们劝她时 她满口答应 可之后依然我行我素 法官问她 是不是确定要离婚 艾米丽说 不 虽然我知道我会后悔 范达并不感谢妻子的谅解 因为她要的是真正的理解 不过她还是向妻子保证 会改善自己的言行 她说到做到 为了让妻子开心 范达记了烟 每日随她扫墓 甚至不再和艾德来往 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 但很快 范达眼里就失去了神采 整天闷闷不乐 精神不振 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 更可怕的是 她和楼下的孤寡老人越来越像 日复以日大望着窗外 心里的叹息 如秋夜一般渐渐飘落 这天 艾德的邻居牵着一条老狗来找范达 艾德突发中风进了医院 范达前去探望 艾德一边身体瘫痪 但还是不忘和她开玩笑 病房里有个老头 光溜溜的去找女护士 要求做按摩核酸 结果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范达勉强一笑 这个笑话并不好笑 她推着艾德走出病房 外面花红柳绿 春意昂然 可轮椅上的老人 却如晚秋的夜 冬天的雪 孤零零的飘落 悄无声息的融入大地 艾德感慨到 时间过得太快 生死仿佛一瞬间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 生命一文不值 我现在都不能自己小编了 这是多么的悲哀 范达轻轻叹息 她感觉眼前的春意 渐渐远去 坟墓般的黑暗越来越近 近到令她窒息 从医院回来后 艾德更加反常 不仅主动要求去看一下养老院 而且变得嗜碎 沉默 整天望着窗外发胎 不说话 不抽烟 不喝酒 也不吵架 毫无疑问 范达变成了一个乖老头 像艾米丽希望的那样 可艾米丽却感到了恐惧 她终于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原来那些平日里 不厌其烦的争吵 正是他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艾米丽所爱的 是那个有着很多疯狂想法 整天嘻嘻哈哈 玩世不恭的男人 而不是现在这个 为了讨他开心 昏昏欲睡 沉默寡淫的老头 这样的范达不是范达 更像是个活死人 为此他特意赶去医院 向艾德请教 从医院回来后 艾米丽开始学着 用范达的方式 看待生活 对待生命 到了他们这个岁数 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失去的了 倒不如做一个脑不正经 把衰老和死亡 拉进武池 合挑一支圆武曲 艾米丽勇敢地 拿出自己的棺材本 假扮贵妇 与范达开始了 新一轮大 买豪宅恶作剧 他的心脏重新开始 怦怦乱跳 就像是焕发了 新的生命力 脸上也运现出 玫瑰色的霞光 那一刻 他明白了 更深层的爱 不是重复说我爱你 也不是接吻和拥抱 而是完成 灵魂的融合 两个人的心态 始终保持在 同一段年纪 死亡于他们而言 或许只是秋天里达 另一种春光 秋天里的春光 是弗拉基米尔 米切尔之道 2001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讲述了一个 行将旧墓的老人 没有按部就班的 找个墙角发呆 或者去养老院等死 而是到处惹是生非 越活越年轻 看电影时 我脑子里一直 回想着一段 网络流行语 据说是某兽心的 长寿秘诀 要想健康又长寿 抽烟喝酒吃肥肉 晚睡晚起不锻炼 多和异性交朋友 我不知道这个秘诀 准不准 但起码听起来 倒是很让人神往 老了以后 还能这么潇洒 这么放浪心孩 总比躲在角落里 淒淒凉凉凉 来得好吧 在我们村 也有几个百岁老人 我发现他们 有一个共同点 年轻时心态就很好 从不跟人争论 该吃吃该喝喝 谁也挨不着他 老了更是想得开 脸上总是挂着笑 都说人老了 就没用了 被社会嫌弃 被儿孙嫌弃 但衰老却是 每个人都要面临他 终极命题 每个人都怕老 可每个人都会老 看完这部电影 我在想 我老了以后该怎么样 我希望我能活得通透 活得开朗 我希望我还能有三两好友 我希望我能被人骂 老不正经 我希望我还能和年轻人 有共同话题 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 有魅力的招老头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点赞 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